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人们在现实环境中对中共的环境 对中共的特务还有惧怕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 当今天人们都站出来的时候 中共营造的恐惧的氛围本身 当它破产的时候 这个圈也就化圆了 这是我常跟大家说的 圈化圆了 这件事情结束了 那这件事情结束了 对一件事情是结束了 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开始了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 今天在中国社会 前两天令计划被判 被拿出来三项罪名 你看看网上 没人反应 这事出了 就那么回事 令计划连个炮都没出来 为什么 今天所有人等着 是江泽民这个蛤蟆 冒他最后一炮 这就是现实环境中 我们要等待的 大家看到 一个整个中共的朝代 崩溃 那新的中国人 新的中华民族的复苏 再一次复苏 可能远远胜过 当年文复兴时期的罗马 人们重新恢复 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对神佛道的尊重 那也就是昨天前天 动向杂志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一千五百名高官的 直系亲属和家属被边控 那在他的名单当中 江泽民居首位 还包括曾庆红 刘云山 张高丽 文章直接讲 江泽民被限制出境 这是香港动向杂志 五月号爆出来的 反腐的重磅消息 江泽民被限制出境 这是非常有趣的说法 对不对 非常有趣的说法 大家可能会说 反正都这年代了 他出不出境无所谓 出境不出境无所谓的 不是 江泽民被限制出境的意思 被管制 对吧 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早就讲过 去年2015年9月3号 大阅兵 江泽民在9月3号之前 他的排位已经一直在靠后 结果到9月3号那天 哗 又放在习近平的后 我说的意思就是 习近平当时被天津大爆炸给搞晕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 自那之后 江泽民再也没出境 没了 对不对 有死人的时候就出来 死人的时候出来了 后来死人他也不出来了 活着死的他都不出来了 你说这东西 活着死的都不出来了 大家伙就等着他什么时候挂起来呢 甭管活着死的挂起来 也就是说 谁死了都无所谓 就等他了 这回出来了 被限制出境 有时候香港人这杂志挺梗的 我跟你说 他弄这词吧 让你网上一连一串一串一想起来 你说非常有趣 动向杂志讲 由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牵头 中纪委牵头 协同中组部政法委在一起 4月25号下达 关于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家属亲属 包括离退休省部级军级 以及以上的本人家属亲属出境出国 若干规定的通知 通知自即日起生效 中纪委 中组部 政法委 是党的体系的组织部门 不是国家的 第一 第二 我早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一定用共产党的方式 组织原则 残酷的手段 这种上下级的 这种对付的行使 干死共产党本身 干死谁 干死中共党内 一个一个一个 有名有姓的 家族家属和他本人 文章具体说 已经接到限制出境出国通知的 包括中共省军 二级家属 直系亲属 1570多名 其中涉及到离退休高层官员 高达1,150多名 包括国籍和副国籍 159名 退休国籍高官当中 包括魁首 江泽民 另有曾庆红 李长春 贾庆林 贺国强 吴关正 2012年 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政治局常委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对吧 那前头死了的 那包括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 他杀的是整个官类 他杀的是当初跟他一块开会的人 这不就整个全都废掉了 也就是说 中纪委 是维护党的名义 进化党的什么组织的 以他的整个的身份 斩杀掉整个政治局常委 过去的人 而副国籍的高官当中 包括 陈志立 回良玉 王乐泉 等十余名高官 共有百余名 直系和庞系亲属 进入名单 这都是江泽民的当时年代的左膀右臂 真正的是磕了死的人 对不对 就是跟他玩命的人 那陈志立呢 传说呢 对吧 跟他就是赤裸相见的人 相见成什么样 咱们不知道 跟江泽民赤裸相见的人 曾经主管中国的教育 就是老百姓的儿子 儿子们女儿们 接受有关教育的时候 作为一个人的成人教育的时候 是陈志立管的 怎么被教育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跟蛤蟆 赤裸相见的时候说 我们得讨论工作 你别恶心吃饭的时候 别别恶心 喝点稀子就行 现任国际高官 包括刘云山 张高丽 共有直系亲属11名 家属5名进入名单 而副国际高官 包括刘七宝 王胜厚等数十名 直系亲属和家属 十八大的结果 是江泽民获胜 江泽民获胜的标志 是指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人员当中 相当部分具有实力的 完全是江泽民 嫡系当中的人马 进入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在反腐的过程当中 死了那么多人 被斩杀掉那么多人 并没有触及到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和现任中央委员的绝大多数 但是这个做法 就等于把中共十八大 2012年中共十八大 江泽民获胜的结果 名单当工的结果 满门抄斩 所以他就佐证了 从去年 十月份开始 习近平见过马英九之后 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回过手来 就对军委体系进行政改 对吧 军事改革 那哪是军事改革 削兵权 削藩 砍掉四总部 废掉七大军区 重新来 付出的代价 是刘元 但是当五大战区弄完之后 他并没有 五大战区还是掺杀的 因为各派人马 来到了新的机构 旧的机构全没了 来到新的机构 新的人 新的面孔 赚的钱 做的事情 只能唱官音 没有私交的 没有私交的时候 一唱官声的时候 大家只能看着习近平 然后牛脸习近平成为了 什么战争 什么总指挥部的总指挥 对吧 军权就等于拿下来 因为你不管你是上将 中将 少将 铁面将 虾将 还是炒的什么将 不管 因为这个时候 这时候全成了虾米将 上将 中将 少将 全成虾米将 因为 等于全被 消掉了 兵权 手下 没有 贴心的人 贴心的人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不仅是挣钱的问题 也牵扯到保命的问题 所以在他五大战区 确定之后 自己成为总指挥之后 再翻过板来 我们看到的是这场面 抓人 这不就等于抓人吗 把18大的政治局的 把18大的中央委员的 概念 和真正权力的 省部级高官 军级以上军官的概念 就是他被抓的对象 有人还讲政变呢 什么叫政变 你以为动枪动刀 才叫政变吗 更有意思的 此次行动由王岐山亲自坐镇 孟建柱 赵乐际 栗战书 皆参与指挥有关行动 则呈所有被限制 离境出境的家属亲属 必须在60天内 书面上报 有关财产 护照国籍 哪才死人的 25号下通知 4月25号 现在是不到5月25号 不到一个月 那也就说 现在是正麻烦 正煎熬的时候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